那那時候特別抽 像出雲的直接 出雲角色 廖先生買了好多遊戲券 升級裝備還能抽稀有角色 玩了一年 最近點開APP 卻跳出遊戲終止營運 如果你說日本版出 然後又再出中文版的代理商 那這樣子好像相對 海外就比較沒有保持保障 由日本知名手游公司 出的公主T騎士 粉絲團上週PO文 亞洲代理商 也就是台灣港澳玩家 從11月14號起 終止營運 如果賬戶還有花錢買的特等券 要退款必須先扣除40%手續費 12月中以前沒申請 視同放棄 課金只能退六成 那為什麼我們要被扣那麼多錢 你也覺得很誇張 去年剛推出時廣告打得兇 但現在只剩日本版能玩 台灣玩家罵聲不斷 有人一次存了兩百張券 砸了四千塊 想退款也只能拿回六成 剩下的一千多元 白白送給代理商 不論是寶可夢還是LINE的熊大農場 剛推出撐得上全民運動 現在退燒不少 因此遊戲商一到兩個月就會更新角色 大約半年到一年一定會有一次大改版 以免玩家膩了 玩家是不是已經習慣了 是不是麻痹了 甚至說該付錢的人都已經付得差不多了 他們是不是要提供更多新穎的道具 有些潛水型玩家 遊戲雖然沒刪 但玩的頻率並不高 手遊市場年年成長 遊戲商砸大錢延長壽命 但遇上陳咬金代理商中途喊咖 花錢買券 儲值寶物付諸流水 TVBS新聞陳建民必欠韓台北報導